嗨,大家好 快樂的Tia又回來了 現在是晚上 今天是7月16日 現在已經是晚上9點20分了 之前呢,畫了過畫 好,就是這一幅 看到沒有小貓咪 是不是像顆粒汁 我給它取名就叫一顆粒汁 是我借家的一隻貓 叫做托拉 也就是老虎 好,那麼進入正題 那麼今天呢 又輪到了做飯環節 VLOG做飯 一般都是處在一個 需要探索 需要嘗試的一個階段 那麼上上期視頻啊 我算是了解到 日本人是怎麼吃菠蘿的 其實這個切法 怎麼說呢 就很普通 對吧 然後我想了一下 誒 這不就可以 既然會切菠蘿了 那不就可以做菠蘿炒飯了嗎 那個就是什麼 海南菠蘿炒飯 反正就是這麼一個名字 這麼一個噱頭 它就是把菠蘿挖空 然後把菠蘿肉一起放進 炒飯裡面炒一炒 然後對不對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也沒有嘗試過 所以今天的VLOG 就來嘗試一下 做一下這個 菠蘿炒飯 應該確切說啊 對吧 你們之前也給我提點了 那個不叫菠蘿 叫鳳梨 好吧 那就叫鳳梨吧 鳳梨炒飯 好 那麼就給大家先看一下食材 好 這就是要準備的食材 首先是這個 叫什麼 石井酥菜 炒菜必備 炒飯必備 然後這是什麼 番茄醬 然後雞蛋 一個到兩個 然後這是少量的雞胸肉 太多了 有可能一個人吃不下 最後就是這個菠蘿 沒有見面了 又是多樂的 在日本好像多樂這個牌子 特別多 然後這次買了一個 圓滾滾的 圓滾滾的 然後 頭啊 這裡的葉子也是修剪過的 比較適合裝盤 就是做好之後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那麼還有這個啊 就是冷飯啊 早上中午的時候做的 然後一直冷到現在了 其實很簡單啊 最簡單的來說就是 蛋炒飯 其次是揚州炒飯 再其次就是揚州炒飯裡面 加雞胸肉 再其次就是揚州炒飯 加雞胸肉 再加菠蘿肉 最後就是揚州炒飯 再變成茄汁味的 所以被我這麼一說呢 是不是大家覺得就很簡單 其實就是一個蛋炒飯 對不對 所以我對這次的料理 還是蠻有信心的 應該一次就能成吧 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把菠蘿這個器皿啊 如何切得好看 這應該是個重點 那麼首先第一步啊 洗手 好手已經洗乾淨了 那麼第一步呢 那就是先打雞蛋 對吧 總共先要做蛋炒飯吧 OK 好 那麼開始要這個處理菠蘿了 處理菠蘿了 這是這道菜的最主要的步驟 好啊 菜刀 哎 刀光劍影 看到了 那麼怎麼切呢 換個角度啊 頭這裡要留一點 不能對半分 對半分呢 會使這個 菠蘿這個器皿啊 會特別小 應該是一個 凹型的 凹型的才行 稍微頂部呢 先去掉一點 去掉個平的 大概四分之一處吧 好 那首先呢 是平切 看這一半 非常的窄 留下啊 比較厚的一塊部分呢 把它挖空 挖空其實也比較難的 好啊 這個 洞呢 已經是開好了 至於深度呢 還不夠確定 先慢慢來 那麼至於怎麼把它挖出來呢 菠蘿肉其實不是很好挖的 我自己上一個菠蘿有試過挖過 不是很好挖 但是沒有辦法 還是只能拿勺子 準備一個碗 然後呢 用小刀配上勺子 來試試看 首先呢 小刀 這種叫什麼 小角度 小角度去 多多少少能挖出一個洞來 反正 啊 裡面的菠蘿 都是要進炒飯裡面的 樣子都是無所謂的 隨便切 你人刻個自己的名字都行 反正 都 都要被切掉了 我的手挖 菠蘿當中的根心確實是好硬的 OK 如果呢 你家裡的勺子比較尖 這個橫截面 比較的平 比較的斬 比較薄 就比較好 對吧 我這個勺子 還是 這個頭啊 太圓了 而且這裡的邊啊 這裡的邊有點那個厚 好啊 這個廢了九牛二股之力 總算是把菠蘿挖空了 還算是比較的OK的 這個怎麼說呢 如何評判它這個狀態呢 就是捏捏它捏捏它 看正好有彈性 但是又不到破的這個地步 這就是剛才挖出來的一盤菠蘿肉 又來等會炒菜用 有一點多了 其實可以在這裡再吃掉一點 好接下來開始來切這個雞肉 這個雞肉呢 就非常簡單了 首先雞胸肉啊 它就比較的好切 因為它就是一整塊肉 沒有油脂的 其次呢 就是盡量切小一點啊 切的越小越好啊 也不是那種切到肉糜那麼小 反正呢就是切小丁 好啊 雞胸肉已經切完了 那麼開始進入正式的製作過程 好啊 開始了啊 換了一口小鍋子 第一步起鍋燒油 先讓鍋子預熱一會兒 好 差不多了 倒油 差不多這麼多的油吧 不多也不少 首先呢 先倒入雞蛋啊 先凝固 用筷子啊 稍微 攪拌一下 要不然就變成蛋餅了 稍微起了一點這個 這個 這個 碎蛋之後呢 可以加雞胸肉 所以 拌炒一下 雞胸肉 雞胸肉因為切的比較小 所以說 熟的應該會比較快 這時候呢 就應該放 這個叫什麼 石井蔬菜 倒入石井蔬菜 哇 已經有一股香味了 是雞蛋的香味 大概雞肉現在這個狀態呢 是半熟的狀態 40%的熟度 所以呢 這時候 加菠蘿肉 首先 加入菠蘿汁 好 那麼剩下的菠蘿呢 就可以當作 水果吃 好 那麼這時候 開始放鹽 放點 胡椒粉 還有這個 番茄醬 記住 一定要買 純番茄醬 千萬不要買這個 帶有味道的番茄醬 特別是甜味的番茄醬 來試嚐一下這個底料 來吃一塊雞胸肉 好吃 現在就差收汁了 那麼收汁呢 就要加飯 好 這個就是 中午做好的冷飯 那麼用飯的細節呢 就是啊 一定要用冷飯 或者說隔夜飯 或者說是比較乾的飯 因為呢 你炒的時候 如果是新鮮的飯 它會自帶水氣 水氣比較重 就會整體會比較的糊 做完之後會比較的糊 但是如果用比較乾的飯的話 那就正正好好結合一下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哎哎哎 在這 這個飯調好了 相當的香 相當的好吃 最後一步 裝盤 來 好 這就是成品了 大家覺得如何呢 這個造型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然後味道的話 我自己也覺得不錯 稍微有點偏甜 菠蘿汁 真的這個菠蘿真的太甜了 好 好 雖然前面已經吃過了 但是 畢竟這 拿給大家看 這 才是成品嘛 對吧 這才是成品嘛 那麼就 裝模作樣 吃一個成品 就好像 飯店裡面人家盛上來一碗 這個 菠蘿拌飯 不對不對 是個菠蘿炒飯 來 稍微還是有點甜 這個甜呢 不是白砂糖的甜 它是菠蘿的甜 但是這依然不妨礙 這是一道美味的料理 其實不用裝逼 直接吃也是可以的 就像這樣子 因為那個器皿的話 自己做沒啥玩用 還不如一口鍋子的 好 喜歡早了 開始 照慣例在視頻的最後 讀大家的評論 是被選中的評論 首先是來自 嗶哩嗶哩的網友 叫做櫻木花道 您 搶到了一樓 不過您的評論是第二 什麼都沒有說 那麼我也不知道該回覆你什麼 但是照以前的慣例 搶到一樓的人 我都會對你說一聲 謝謝支持 好 那麼接下來是搶到五樓的小夥伴 叫做 一記白 您發了個表情 那我也給你做個表情吧 哈哈哈哈 好尷尬啊 反正就是這樣子了 那麼接下來是來自 滴滴滴滴的小夥伴 叫做 KEE99 您 問我 這二十多年生活下來 這二十多年生活下來 確實在這個日本東京生活 會比在上海各方面都要好 交通費 是真的這裡貴很多 但是除了交通費之外 其餘的價位啊 其餘的這個價錢的這個東西 都比上海應該說差不多 甚至還要便宜 真的上海的物價已經是多的不得了了 除非你去買這種很便宜的 怎麼說呢 就是不出去這種 這種大商場消費吧 那麼也許還能和東京有得一拼 但是如果說正常來說的話 東京的消費已經 我覺得我自己生活下來 真的是比上海要便宜 起碼說一點吧 那麼我是想盡自己努力 是留在日本的 但是留在日本相對來說 壓力也會比較大 第一呢 語言是一個非常大的障礙 但是心裡還是想留在日本的 好那麼接下來是來自19樓的小夥伴 叫做IQPL 經常看到你上線 你的回覆是平常心加油吧 那麼我就回覆你 謝謝謝謝謝謝 我會加油的 那麼最後一條是搶到26樓的 叫做UTKSYY的同學 最近英文UTR的視頻少了些 所以自己看Tia的Vlog 也沒有以前那麼平凡了 這一次的真心交流視頻很難得很珍貴 我總是閒得無聊的時候 就去看Tia以前的Vlog 真的是一直支持Tia做自己的Vlog 支持Tia 祝福Tia未來在日本找到喜歡的工作 謝謝謝謝謝謝 然後呢 好像你在下面還有補充就是 因為抽中你了 你好奇我的血型是什麼 你猜是Q 不是對 你猜是O型 或者B型 還有Tia用什麼Adobe的收費 軟線簡視頻嗎 在日本的價格怎麼樣 好吧 你一下子問了這麼多問題 那麼就回覆你吧 首先我的血型應該沒有 就是錯的話是O型吧 因為血型是家裡的構造 我自己沒有主動去看過 查過血型 然後我用的軟件呢 是正版的Adobe軟件 Premiere 以前呢是學校免費的 對東京公益大學的學生都有 有一個免費的Adobe軟件賬號 可以 只要是你還是在在讀生 包括研究生的時候 對 真的是可以免費 隨便用正版的軟件 裡面所有的隨便下載嘛 在日本的價格怎麼樣 在日本價格我記得我花了 我最近才花了一筆錢 花了5000日圓 然後續費吧 續了這個賬號 是幾月份還是續的 然後到現在了吧 兩個月了都沒有 就是再交錢吧 5000多還是3000多 忘記了 3000多吧 5000多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反正三五千吧 介於好像這一次評論數目有點多 那麼就眼光放遠一點 數目增加到後面去一點 那麼下期視頻就 一樓 四樓 十四樓 二十四樓 三十四樓 一齊類推 直到我做視頻前吧 好 那麼這期視頻就這樣子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